香噴噴的夜市美食 铁板面淋上胡椒酱 让人不知不觉可以多吃好几份 不过现在调酱用的黑胡椒要涨价了 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比黄金还贵 有的药材真的好贵 像黄莲也涨很多 过年前跟过年后可能就涨一倍 那在之前可能又更便宜 然后它是慢慢慢慢涨 就有点像温水煮青蛙那种感觉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后 危机还没解除 投资人炒房炒股都惨赔 有传言资金涌入胡椒市场 导致黑白胡椒价格大涨 根据中国官方授权的 中药材价格指数网站标示 黑胡椒价格今年1月 每公斤约新台币111元 涨到目前约新台币223元 涨幅翻倍 白胡椒也从今年初 每公斤约178元新台币 涨到新台币338元 涨幅约90% 中国中药材市场掀起一波涨价潮 多个进口香料品种出现价格飙涨 除了黑白胡椒 厨房用香料 草果及凉浆 从110年开始 美台金分别涨了50元及110元 面对中国胡椒价格飙涨 李市长表示国内业者基本上都有存货 且胡椒进口不止中国 还有东南亚国家要消费者不用太担心 明星无人与胡重恩台北采访报导 厨房 厨房 切成